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诺伊梅尔运用了很多全新的方法 用了很多不同的视角来尝试地解读《茶花女》这部芭蕾舞剧 他同时也穿插了一部《曼农芭蕾舞剧》在里面 当然在《茶花女》这部文学名著里面 也提到了《曼农》这本小说 所以诺伊梅尔的改编是无可厚非的 当我们在说芭蕾舞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的时候 编导多多少少要掺杂一些自己个人的理解和个人的情感在里面 这样呢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 如果是单纯的叙述故事的话 或许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喜欢 但你如果能把你自己的理解和你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情感 掺杂在这部舞剧里面 或许反而能更加突出这个女主人公的悲惨 好了了解了《茶花女》这样的背景故事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来学一学《茶花女》里面的一些舞步吧 要知道小舞步这些linking step一些连接动作在芭蕾舞剧中是非常的常用 而且呢大家通常喜欢通过这些小舞步来看出这个演员是否真正的专业 这些动作呢并不难 但又是非常具有挑战性 因为它需要在你做这些小舞步之中呢掌握一些美感呀 同时呢也能看起来很协调并不是干巴巴的 从第一个主要动作做到下一个主要动作 是靠一个特别漂亮的连接动作做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些小舞步 好来学一下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叫Balance 我们通常呢从小五位站好 不用完整的五位 小五位啊再三位脚就可以了 手呢我们架在first position 一位手架好 然后擦地出来 这个动作呢非常的连贯 没有一个像我们之前做的一些单一的重复动作 这个动作我运用到了 蹲力还带了一点点的身体 擦地出来每一次 每一次擦地出来 这个擦地出来的时候 这个感觉要像脚趾头往远伸过了 伸过了 每一次脚要经过这个地面有一个slide 拉伸拉长的这种感觉 我们先来试一试的东西 右脚在后 五六七走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 非常好 很好很好 谢谢谢谢 大家在看完这个动作之后呢 有几个细节一定要注意 当你擦地出来 这只脚推过来的时候 不要停在这个地方 不要停在这个半空中 擦地过来的时候 第一下到后 藏在你的主意小后面 就会显得很好看 如果把这个动作做在这里 就特别的邋遢不够干净 一定要第一时间交叉 交叉到后面去 交叉到后面去 然后呢 立立 立的这两下 是个很自然 很腐随的一个动作 不要做得很刻意 像这样子用力 像这样子用力 一定要是很随性的 二 三 二 三 对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还不是完整的 我们都带手 对不对 我们通常呢 最基础的啊 带手 是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二 三 每一次 哪条腿是动力脚 哪只手回来 这边也是这样 然后呢 身体可以向外 也可以向里 这个呢 看自己喜欢 最开始训练的时候 可以不带身体 只带你的手 先把动作的这个韵律长到 再来一次东西 我们戴上手 四次 六 七 走 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能看到 他其实用了一点点的这个侧腰 做这个动作 如果想把这个动作做得非常的漂亮 其实要用到一点点的侧腰才能 显得特别的美 如果你做的真的是很干的话 大家不喜欢它 我们通常会戴上一点点的侧腰 也有可能是在这边 也有可能是在这边 当你在这些小五步的时候 大家熟练掌握小五步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再加上一点自己对这个动作的理解 一定会显得特别的漂亮 这个动作呢 我们做八次一组 我们先做三组 我们第一 头四个我们做看里 后面四个我们做看外 好吗 好 戴上手准备 六 七 走 三 四 看外 五 六 七 八 非常好 非常好 在这个动作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这个动作单独拿出来 好像不是很眼熟 不知道在哪见过 其实在很多很多的芭蕾舞剧 在很多很多的变奏里面都会用上 比方说 这个之后 接一些很漂亮的动作 或者是男孩 这个之后 接一些转圈的动作 都是一些很漂亮的连接动作 这个动作叫Balance 大家呢 跟着龚老师一起 也像这样的一种 都会调整合 这也有点 我好嘞 这也有点 好了 刚刚训练了我们旁边的Balance 其实前后也会有Balance的 我们来试一下前后的动作 动作一样 但是通常我们可以后脚点滴 今天这次后脚点滴 手还是在一位手不变 前 后 前 后 这个动作 其实和刚刚的旁边动作有一点点像 但是做前后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冲着斜前方做 不会从旁边做 做斜前方的时候 我们脚是在后方 退回到后面 往前移动 往后移动 当然做前后一定会有方向 有右边就会有左边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带着胸腰和方向是 往上和往下 往上和往下 韵律和感觉是一样的 脉腿出去 slide 然后回来 出去 回来 我们先做四个不带手了 手在这个地方 好吗 做一次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非常好 好 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身体 不能出去之后 滴到这儿 大家其实是 看似滴 但我的下巴科并没有完全下去 大家在讲这个芭蕾舞演员的头的时候 都觉得芭蕾舞演员的头特别高贵 特别有气质 恰巧就是因为 我们在做一些很多 滴头弯腰的动作的时候 并不是真正的弯腰 而是一个垂木 用身体去弯 并不是动头 头抬起来 可以 滴下来的时候 通常是带一点点胸 而头呢 保持这个距离不变 这是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 大家运用到一些舞蹈动作里面 会对大家有很多帮助 好 我们戴上手做一次 右边四次 左边四次 戴上手 大家看看戴手的动作 准备 and 一 二 三 四 and 左边五 六 七 八 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能看到自己的 在做这个前后balance的时候 能看到自己的上伸 成一个斜线 并不要因为自己的 这个身体的变化 而产生 而产生扭曲 我们之前训练 第一个部分 有手的训练的时候 我一直要告诉大家 要想象自己的手 有一滴水 是顺着下来的 回来的时候呢 也不要因为这里肩膀会有变化 就断开了 也是顺着回来的 这个呀 是要大家在 做前后balance的时候 注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姿态 好了 这个动作也是 我们右边四次 左边四次 我们这个为一组 我们做三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了 结束了刚刚的动作之后呢 我们来学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是Polonize 是经常用于在宫廷舞蹈 就是在宫廷舞蹈的入场的时候呢 大家不是一个完全干巴巴的走出来的状态 而是有一点点小舞步 这个小舞步的名字呢就叫Polonize 这个Polonize同样是一种节奏类型 OK 跟着我一起坐一下 我们看一下动作凡简呢 我们先手插腰吧 其实是手可以架在小气位的 然后我们先手插腰 立起扳脚尖来 1 2 3 2 3 3 2 3 4 2 3 由于场地的原因我就不走太远了 但是呢给大家看一下 是1 2 3蹲 2 2 3蹲 所以每两步我们做一个蹲擦地推出去的感觉 1 2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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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你走完两步之后 第三步是把一些东西推出去的感觉 这样呢也能把自己的脚推长推漂亮 当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尽量的带上一点身体 才能显得这个五步好看 如果你是坐下很干的 没有身体 就会觉得啊 这个动作很无聊 但其实你当 1 2 3 看一下这边 看一下这边的时候 带上一点身体 带上一点侧腰的时候 这个五步走起来 就是特别的漂亮 而且如果是一大群人一起走出来 这个气势就会特别的庞大 我们先东西做一次 我们才要做大概是走四五步吧 好 五六七走 一二三 二三三二三四二三 好的 谢谢 谢谢 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呢如果你要配合上一些节奏 身体不要僵硬的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反而就会有点难 因为一说走路大家都会 但如果告诉大家这个走路是用在芭蕾屋里面 大家也许就会有点僵硬 说龚老师说要带身体 就变成这样子了 其实呢要把它想象成 你去参加一个宫廷的晚宴 你非常的自信 你就是王亲国戚 去参加这些晚宴的时候呢 你是非常 你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 穿着一个很高的跟鞋 大家要注意在那个时代 男人也是要穿高跟鞋的 要戴特别大的那个假发 然后走在路上 所以就特别低了 这个感觉 因为男人的自己的那个大袍子也很大 所以那手 刚刚没有叫手 手其实是夹在这里 这个呢 在英皇的首位叫demi second 就是小二位 然后呢在我们北五 或者罗罗斯体时代 你叫小七位 这个地方往前走 一二三 二二三 三二三四 二三 而想象自己真的是穿着高跟鞋 很小心翼翼的 在做这些动作 因为你比如说一下掉下来 好像就摆了一下脚一样 所以生怕自己崴脚呢 就是一个很低了起来的感觉 我们再特别优雅的做一次 重新 再上手 六七 走 谢谢 非常好 女孩是不是做这个动作 还会拎起一些裙子 能看到自己的脚 拎起裙子看看自己的脚 因为裙子还大了吗 是看不见的 这个动作呢 我们也是跟着中老师一起走四次 然后休息一下 走四次 休息一下 我们反复的训练 做三组 好吗 好了 我们刚刚学了一些简单的小舞步了之后呢 我们学一些有挑战性的 这个呢 在Cinderella在灰姑娘这个芭蕾舞剧里面 王子和公主 他们相遇之后呢 在那个晚会上面 灰姑娘不是打扮得很漂亮吗 有一个圆舞曲 圆舞曲呢 有一个很基本的舞步 我现在教会给大家 这个动作有一点点的 看起来很简单 但你真的实际做的时候有点点绕 我们先试一下 手呢还是从插腰开始 跟刚刚有点像 先推地出去 力的时候转身 再推地出来 这动作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 迈出去 第二种是 插地出去 这两种都可取 今天呢 我们可以两种都做一下 让大家体验一下 没有坏值 迈出去 迈出去 或者是插地出去 这个动作有点点移动在里面 单独个人也可以做 单独个人做的时候 带上一点点手 也会很漂亮 如果说是双人做的话也可以 OK 我们先来试一下单独 单独做的这个感觉吧 东西我们先插腰做一次 就做一个就行 六 七 手 一 二 三 很好 我们从那个角落 我们做一次反面 反面也可以做的 六 七 手 一 二 三 对了 很好 然后呢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注意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一定会影响后面的一个动作 就是你脚前进的方向 一定不要插开 就是你当你往前走的时候 我念的证明 你不要插开做 一定呢是顺着一条直线走 顺着一条直线做 看着这有一条直线的话 我们是顺着直线走 顺着直线走 尽可能的不要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有这么一个扫腿 不要 无论是你迈出去 还是擦地出去 我们都不要看见这么一个扫腿 如果有扫腿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这个动作 变成圆舞曲动作形式的时候 会影响到你的跟舞伴的一些配合 好 我们现在试一下戴上手 单人做呢是可以戴上手 行得好看的 然后这些戴手的 也是 一边做一次 走一边做一次 七 一 走 一 三 二 三 好 我们往后退一点 我们就会进去 很好很好很好 谢谢 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动作是非常优美的 其实呢这个动作单人做完之后呢 我们做下双人给大家看看 我知道大家不一定能找到舞伴 但是呢要大家知道这个动作 既可以单人做也可以双人做 来 留起 然后试一次 一般都是男孩扶住女孩的这个肩膀下面 女孩呢 手搭在男孩的肩膀上面 然后呢 我往前走 女孩往后走 一 二 三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二 三 很好 这个呢也是 经常会运到一些 在一些圆舞曲里面 大家一起 好多都是群舞呢 绑在一起 大家一起选择 然后呢 在Sinderella里面呢 是王子和公主 他们两个人 还可以单手做 你所是这个手 这样子 这手擦开 然后去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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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就会觉得 哎 这个很简单的舞 原来真的就是一个芭蕾舞的 一个常用的舞曲 有一点点像 大家后续有一点觉得 哎 有点像国标舞 像摩登啊 拉丁舞的动作 这就是为什么芭蕾舞被称之为 最基础的舞蹈 芭蕾舞在建筑里面 做比喻的话呢 就像一个水泥一样 任何建筑品都 缺不了芭蕾舞的这个存在 所以无论你是学中国舞 还是学国标舞 他们在专业的院校里面呢 都有个基础课程 叫芭蕾基训课 学国标的也要学芭蕾基训 学现代舞的也要学芭蕾基训 所以呢 大家真的是把这东西 都掌握了之后呢 一定会对任何的舞蹈 以及对你的身形 都很大的帮助 这个动作我们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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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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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